日本的这一次的排放会让我们受到的这种困境提前到来 那么提前多少年呢 提前可能会提前50年 那么它原来讲的这个过程 全球的海洋的水资源遭到污染 可能还需要五六百年 提前50年 那算什么 什么都不算 所以说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维护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是要坚决的对日本的这个行为进行谴责 包括全球都应该这样 我最后还要提起一些问题 全球复集着几千家的NGO环保组织 请你们赶快站出来 请你们拿出你们的正义的毛 举在手上 奔向哪里 奔向被污染的海域 奔向那些对于人类不负责任的这个国家 大卫老师 这件事情有很多网友都说谢长亭应该去喝喝这些核污水啊 或者在核污水里面去泡温泉啊 也有提到说如果日本觉得没有问题有意健康的话 应该就做成瓶砖水 然后大家一起来喝嘛 日本人喝也挺不错嘛对不对 那谢长亭也可以分一杯羹 那就最好了 现在我们也看到在韩国的在野党他们也说日本的行为就等同宣战 这句话我非常认同 绝对是 因为你破坏全球人类的资源 你是犯了人类罪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采取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行动 当然我们国家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什么叫进一步的行动呢 我觉得对日本的一些产品的话 我们真的是不要再买了 再买了也没有任何好处 直到他会把他的所谓的核污水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叫解决了 就接受国际组织的监督 或者接受我们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监督 来去进行一个对环境最少污染的方法 因为我们看到碳磁氏啊 雷啊 这些的发射性元素 它的半衰期其实都非常长久 我们这一辈子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半衰期 起码几千年或者一万多年的时间 而且这些会融化在水里面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抢食言 我觉得这个暂时没有这个必要 大家要小心一点 可是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日本并没有悔过之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次继续的发声 然后去让日本停止这个破坏人类的一个动作 可是容易做吗 不容易 我们努力的再做 总而言之我觉得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这个不成功绝对不行 要不然我们就状告联合国 去告上国际法庭 说日本是在宣战 所以我们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耿爽 这次在联合国上面的时候 也提出很明确的很明确的科学观点 希望日本能够照着做 可是日本会做吗 我觉得目前来讲不太可能 还不够痛啊 应该要再痛一点 他才会真的知道 这件事情万万不可 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 其实日本是采取非常笨的方法 去主理这些很无水的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可是他不选择 那只为了省钱 让他们的东电 不会负上太多的 金钱的责任 所以才会走这一步的 我觉得他的如意算盘 是完全打错了 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 在媒体的平台上面 日本的广告非常的多 一直不停的 在有日本的广告在播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日本还想用他自己国家的宣传机器 让大家对日本有好感 可是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责任 相信在接下来不久的时间内 全球都会杯葛日本 因为只是巴不住佛的 这一点我非常相信 无论你的西方媒体 怎么把它掩盖 我相信更多的自媒体会发生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日本现在正在破坏地球 破坏我们人类下一代 还有这一代 还有我们的人类未来 为水而战争这件事情 就好像相处所讲的 可能有机会提早50年到来 这一点大家想吗 我就不想了 而且经过几万年以后 我们人类在哪里呢 难道变形吗 有人说变形挺好的 那也是看看如果变形的时候 你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得的怪物 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江苏江给 实际上刚刚大卫老师讲了 我最后补充一下谢长廷的问题 让大家日本专闻做成福导水 大家去喝 没有必要 这个只有一个要求 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家庭 我真的是讲家庭 那些所谓的号称 福导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家庭 到那边去开个party 你进得去吗 当你接近那里 进入五公里和十公里的时候 区域核辐射 你已经进不去了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在那些排放的过程中间 和进入和这个福导核电站 第一电站的这个区域 是要穿加强防护服的 既然没有问题 安全的 你穿什么防护服啊 你在那里应该搞一个庆祝活动啊 我们总算解决了核污染问题 我们开始向大海排放 为大海提供更清洁的淡水 对不对 但是本身来讲 你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什么 现象就是高度警戒 五公里之内人是不能进去的 你要搞一个宣传 你在那里开一场party行吗 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数据啊 就是私 金属边旁一个思想的思 490 490在这个整个的系统里边 排水的系统 6万5千吨的这个水里边 含有490 而且检测 目前检测的超标是100倍 其中在第一核电站 一部分超过2万倍的服势 那那真的是有问题啊 并不是说中方现在提出的问题 是不科学的 本身是有科学的 另外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2017年的一个医学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 它是从医学角度 跟核电站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人如果接触了490 可能会导致DNA双链的断裂 而引发这个DNA的破损 而引发癌症 这个都是科学证明的 医学也证明的 做过大量的实验的 另外在核岛的这个放射的其他的东西 这些其他的东西 包括色137啊 点129啊 古60啊 这个都会通过 浮游生物 微生物和海藻类 包括这个珊瑚 我刚刚讲的 它们都会复集在这个上面的 这个如何产生的复集 也是有调查研究的 这个复集的过程会造成长期的对海洋 食物链的一个影响 而且会形成积累 这个积累 这几种的积累不是外部辐射 你吃进去了 排泄不掉的 它直接损害的是人体的细胞 而且在人体内是可以存活的 理论上可以存活 你如果你的寿命是一千年 在你体内就存存存活一千年 因为它是可以跟细胞结合的 这个是最可怕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所有的人 都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大卫老师 这绝对是啊 那还有一点的时候 就是截至2020年的3月嘛 先上述给我只要看到 补导事故后产生受污染的水 已经超过100万吨 当年其中77.8万吨 还没有经过第二次的ALPS的处理 什么时候进行第二次的加工呢 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到2021年的4月 只有2000吨的污水 经过第二次的ALPS的处理 今天就放了7500吨的 核污水进去海洋 你怎么来得及去处理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它所公布的数据 只是有关川的那个含量 是低于标准的 其他所有的数字都没有 大家会放心吗 如果再不起来动作 变成一种 形成一种啊没事了 我们就不要看吧 继续使用吧 这个是人类的大祸 日本又再一次的发动战争 这一次是灭绝全人类的战争 这是政材在做的 已经开始了好不好 所以我也希望某一些媒体 不要再去洗白 有关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问题 还一直称呼它为核废水 这绝对绝对 百分之百 不是所谓的核废水 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真的讲了很多遍 希望大家了解 不要再用核废水这个名词 来称呼日本的核污水